当家里的天花板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 差点将我的脑袋砸开花之后 父母终于下定决心重新装修房子 我出生并不住在这里 大约在我七岁左右 父亲用进家里的积蓄购置了这套三菊石 当时他有一种即将一贫如洗的觉悟 但是随着房价水涨船高 他到时候会没有多贷点款再买一套 当时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买房子 所以装修非常的简陋 至今已经有十年了 天花板和墙面早就斑驳 时不时的会有白色的墙皮散落在地上 我的父母都是科研工作者 工作非常的忙碌 所以一直懒得理会 但是这次掉下来的墙皮也太大了一点 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他们兵分两路 母亲去谈装修 父亲则负责找可供短租的房子 他们希望短租的房子就在这里附近 一是便于控制装修进度和效果 二呢 也是为了我念书方便 当然 大部分的房东都不乐意短租 时间太短会导致房子空置 父亲找了好几家的中介 总算是找到了一家距离我家 步行大约十五分钟的公寓 远远的望去 那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桶子楼 我惊讶于在这还算繁华的地段里 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栋四层旧楼 它窝在几栋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之间 灰蒙蒙的又脏又旧又破 据说 以前的桶子楼每一层只有一个公共厨房和公共卫生间 这一栋楼算是改建过的 除为独用 但这样一来 房屋面积变得更小 说是两居室 实际大约也就三十五六个平方吧 短租的公寓位于三楼最后一间 两间不足十平米的卧室 过道大约有五平方米 勉强可以放下一张小桌子 算是餐厅 过道和厨位都没有窗户 阴暗潮湿的 叶先生 没办法了 大约是见到我们都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中介双手一摊 无奈的说道 你们只租几个月 这大多数的房东都不愿意 但是你们别看这家不怎么样 至少还是比较新的装修 那再不满意 我也没办法了 只能请你们另请高明了 装修队定于下周就要进场 留给我们选择房子的时间 不多了 算了 要不就 父亲说着 将其中一间卧室的房门 推到了墙壁上 随后发出了一声嘀嘀的惊叫 原来那扇门的背后 竟然钉着数十枚钉子 其中一枚比较长的钉子 斜斜地穿了一个尖尖角出来 差点将父亲的手指划破 这些钉子绣迹斑斑 看起来像是有些日子了 母亲愤怒地对中介说道 你还说这是新装修的房子 这些钉子都生锈了 中介愣了一下 随后一脸尴尬地说道 房东是这么跟我说的 可能是 可能是 他一阵抓耳挠腮 估计是想不到该如何解释了 虽然很不满意 但是时间紧迫 最后母亲讨价还价 又向中介还掉了五百块钱 心不甘 情不愿地签下了半年的租约 这第二天 我们就陆陆续续地搬了一些家具 去租来的那套房子里 这时我们才发现 这一栋桶子楼里 只剩下五六户的居民 基本上都是外来的租户 和我们同住一层的只有一户人家 也是三口之家 一对年轻的夫妻 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想着毕竟要在这里住上半年 母亲上前热情地打招呼 大约是楼道很昏暗的缘故 那个女子的脸色 看起来有些发青 像是很久没有好好休息的样子 小朋友也是一副泱泱没有精神的模样 更让我有点疑心的是 她那露在外边的两条手臂上 竟然有不少红色的点 有点像是被针扎过似的 见我注意到那个男孩子 女子随口对母亲敷衍了几句 就拉着小男孩进屋去了 虽然扔了很多的废物 但前十年积攒下来的东西数量 真是非同小可 还是将小小的公寓填满了 当天我们三个人真是累极了 随便洗漱了一下就去休息了 睡到半夜 我被一阵奇怪的响声吵醒了 叭哒叭哒 声音不大 但在这静谧的夜里分外的吵扰 就像是一根很细很细的针 钻进了我的耳朵 让我非常的烦躁 最让人愤怒的是 这个声音响个十几秒 就会暂停一分钟 等我开始酝酿睡意 却又开始起巴达巴达的响声 就像是 就像是楼上在装修一样 这一夜 我几乎没有睡着 次日头昏脑胀的起身 发现父母也是同样眼睛轻松的 坐在那个过道饭厅里吃着早饭 两人顶着老大的黑眼圈 毫无精神 爸 妈 你妹妹睡好吗 母亲抬头看了我一眼 无精打采的说道 你也没睡好吗 这里的环境真是 哎呀 昨晚不知道谁在敲打 我和你爸爸几乎睁眼到天亮 父亲疑惑地说道 这里加上我们 一共才不过六户人家 我们楼上并没有住人 真不知道是谁在敲打 都不睡觉的吗 午后 父母去查看装修进度 我独自在卧室里看书 正值炎热的暑假 这栋桶子楼由于太过老旧 电闸能承受的功率很小 使用空调很容易跳闸 于是只有一台电风扇 对着我呼呼地吹着热风 我眼皮越来越沉重 歪在一张躺椅上 渐渐地陷入了梦乡 半梦半醒之间 我的耳边忽然传来了 非常清晰的一声 巴搭 立刻将我从梦境中 拉了回来 我抬头望着天花板 心思 到底是哪一户人家 整天在敲打 是不是要上去提醒一下 我这样想着 从躺椅上站了起来 夏天 我一般习惯于 光脚在地板上走路 可双脚刚刚落地 左脚脚心就传来了 一阵揪心的刺痛 我急忙坐回躺椅 抬起左脚 发现脚心被一样 尖利的东西刺穿 正在流血 这一低头 只见地板上凭空出现了 好几枚绣细细细的钉子 横七竖八的 像是从地板底下钻出来的 正是其中的一枚 刺中了我 楼下没人居住 可就算是有人 也不可能用钉子 刺穿天花板呢 明明是炎炎的夏日 我却在这一间小屋子里 感受到了彻骨的寒意 强忍着疼痛 我换好了衣服 一边打电话通知爸妈 一边自行去附近的医院 处理伤口 父母匆匆忙忙地 赶到了医院 接我回家 父亲小心地将地板上的钉子 用工具剪断 钉帽在地板下方 暂时没有办法撬开地板 他们的脸色有些凝重 母亲招呼我来到他们的卧室 说道 其实我们担心你害怕 所以没有告诉你 其实你看 父母卧室的房门背后 密密麻麻全部都是钉子 这些钉子不仅秀极斑斑 钉的方式也很随意 有些只钉了一半 有些往横了钉区 我记得很清楚 在搬进来的那一日 父亲就已经将之前的钉子 都清理干净了 谁料 仅仅过了一晚 这些东西又冒了出来 还是再找中介问个清楚吧 此时母亲有些后悔 不该贪图便宜 住进这种来路不明的房子里 想来也是 整个签约的过程 我们都没见到房东 中介说是房东 全权委托他来办理 当晚 半是因为伤口疼痛 半是担心敲打声 我又是久久不能入眠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先是听到了一声很轻的巴搭 随后隔壁房间传来了父亲的惨叫 我吓了一跳 赶紧跳下床 前车之间 我先是找准了拖鞋在家地 带我推开父母卧室的房门 看见父亲左手紧紧握着右手 脸色发白 他的右手手背上被钉了一枚铁钉 一半入了肉里 鲜血从他的手背不断地往下躺 一滴滴地落在了地板上 手忙脚乱地帮着母亲送父亲来到附近的医院 负责处理伤口的医生正是白天的那一位 他明显露出好奇的表情 看看父亲再看看我 估计是在想 这家子是不是和钉子有仇啊 一整套流程结束 天色已经大亮了 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医院对面的肯德基里 对着刚买的早餐却难以下咽 幸亏父亲睡觉比较轻 容易警醒 他觉得手背一仰就立刻起身 因此钉子并没有钉穿他的手掌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可是这枚钉子从何而来 父亲居然毫无感觉 等到差不多九点 我们三个人就直接杀向中介 要求中介务必让房东显身 否则他以后就再也不要做生意了 见父亲的手掌包着纱布 中介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声 怎么又这样 母亲立刻不依不饶地追问 无奈之下 中介只能承认 这间屋子大约在三年前挂牌出租 一共经历过将近十任的租客 每一任都被钉子伤到过 这些租客当中 有些比较好说话的就自认倒霉 也没空索要押金 直接搬走了事 有几个比较凶悍的则冲上中介 但是这间屋子里的钉子神出鬼没 就算是报警也解决不了问题 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 叫房东出来 母亲大好大叫 没想到身为科学工作者的他 扮演起汉妇的角色也毫不逊色 好吧 房东其实 其实就是你们隔壁的那对小夫妻 中介说道 事不宜迟 我们又杀回了筒子楼 而这一次 母亲还叫来他在研究所的同事 那是一位人高马大的叔叔 貌似凶狠 其实非常温柔 连织毛衣都不在话下 外边还是喧闹的闹市区 走进幽暗的筒子楼 瞬间仿佛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幽暗冰冷的世界 敲开房门 依旧是那个年轻女子开门 她的脸色显得更加的无情 那个小男孩 钻在她的搁置窝下面偷看我们 此时我发现 小男孩手臂上的红点 似乎少了很多 你就是房东吧 母亲开门见山 这套房子到底有什么问题 女子愣了一下 张了张口 闪动着嘴唇 却什么话都没有说 这时我听见 从他们屋内传来 巴搭一声 我当机里段 一把推开那个女子 直接冲进屋里 他们的房型 与租给我们的那间 几乎一样 我看见 在主卧室里 有个年轻男子 正拿着锤子 跪在地上钉钉子 他们的地板上 密密麻麻 全部都是钉子 不仅是地板 门板上 衣柜上 写字台上 总之 凡是能够钉上钉子的地方 全部都是 那个男子 有点诧异地看着我 他紧握着锤子的手上 有些圆形的伤疤 看起来 就像是被钉子 钉过一样 我们几个人都惊呆了 现场太过恐怖 母亲酝酿已久地怒气 顿时烟消云散 那女子似乎反应过来 她也不说话 只是用力地 将我们推出门外 随后重重地 将房门关上 母亲本想报警 可是传念一想 人家在自己家里 钉钉子 只能说是行为怪异 警方恐怕也无权阻止 在那位叔叔的劝说下 我们决定当晚暂住酒店 第二天就立刻搬家 绝对不能在这一间公寓里 再住下去了 而诡异的是 当我们再次找到中介的时候 那位中介告诉我们 前几天这家中介公司 一个老员工过来离职交接 原来那对小夫妻 实际上也并不是房东 大约是桶子楼比较便宜 所以这对夫妻向房东 签了五年的租约 一共是307和309两间房 三年前 这对夫妻将309市出租 当起了二房东 而就在我们逃走的第二天 他们也从楼里消失了 他们为什么要在家里钉钉子 那个小男孩身上的红点 是因何事造成的 我们公寓里的钉子 又是从何而来 随着他们的突然失踪 就再也不为人知了 我们的添加法 我们那边